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当时的法官叫李温斯顿法官就说 转身向楼下的群众大声说 美国总统George Washington 这个时候群众响起一阵的欢呼声 教堂钟声敲起 礼炮声也接着响起 从美国总统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到今天的这个第45位总统 川普总统第45位总统 这么多总统造成了美国是个 和别的国家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国家 美国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一个国家 虽然说是政教分离 但在实际生活中就是以基督教为主的一个国家 一个信仰为根基的一个国家 美国之所以伟大 在短短的270多年 它对人类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所有造成的贡献 比现在地表地球表面上任何国家都多 甚至总数加起来都多 那么是什么样的 这个一个原因让美国这么这么强大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是相信上帝的国家 而且非常重要的 这些领导人 都是相信上帝的总统 当然了 并不是说每一个 我今天要说并不是每一个 手按在圣经上的总统 他都是基督徒 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 当然并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你就会成为一个好的总统 一个好的总统 未必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这不是话等号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是罪人 我们就会在不同的场合 受到试探的时候 就会犯错误的 那么今天 川普总统是美国的第45位总统 他是一位基督徒 有人把很多这些 在公开场合上记录下来的 总统的这个言辞 发现川普总统在四年内 他所说的有关于他的信仰 上帝是超过以往任何一届总统 很奇怪吧 大家很多人都不喜欢川普总统的 说话的方式 但是我们不能按照外貌 判断人 今天很多人 很多人不喜欢川普 因为他说话的方式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 上帝所做的事情 是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题目是 前面的43位总统 都是基督徒 当然不见得基督徒都是好总统 或者好总统 或者一个好基督徒 这都不是画等号的 但是至少在他们的信仰上 他们都是基督徒 有的是非常坚定的 甚至充满热情的 他们就把他们上帝给他们的使命 就放在总统的职位上 所以说以耶和华立国的这国 是有福的 所以美国叫美国 美国的美啊 就在于他是相信上帝 那今天有个很沉重的话题 说完这些以后 我就发现有人说 奥巴马是不是基督徒呢 有人说他自称是 我认为他不是 我认为侯赛因奥巴马 他不是基督徒 他是一个 是一个穆斯林 从他所做的每一切 一切的事情 你就发现 他是在有意识的 在破坏美国 打得非常好听的多元话 让各样的穆斯林 我没有对穆斯林歧视的意思 但是美利坚和中国 这是以基督教立国 四百年前的清教徒 到了美国以后 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也正是因为 以基督教立国这个国家 这么富裕 才吸引了我们些移民 到美国来 才吸引我到美国来 我到美国的时候 不是基督徒 但在美国生活了几年以后 我为这个美国的伟大 我折服 这个国家 真的是很美 当然各样的原因 我就信了基督 先信上帝 那今天的这个大选 目前结果 有很多法律诉讼 那拜登到底是不是会成为总统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他不可能 但是至少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拜登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自称是天主教徒 他不是天主教徒 因为一个78岁的 自称是天主教徒的一个拜登 在前天 在这个他智 所谓的他的这个 感恩节的智词 真的不好意思啊 现场只有一千人 听 现场一千人听 他连对这个诗篇 Sum 他都不会读 他把Sum读成了Pomest 他不知道那个P 那个Letter P 是不发音的 他读Pomest 应该是Sum 让他真的是很丢脸 真的很丢脸 说明他撒谎吗 一个78岁的天主教徒 或者基督徒 连Sum诗篇 这么简单的一个词 一个孩子都天天读的一个词 他居然读成Pomest 你还好意思说 你是基督徒 天主教徒 其实纽约的大主教就说了 公开写了并公开信 说拜登他不是天主 不是天主教徒 他锁住了一切 完全就不像天主教徒 基督徒 支持堕胎 支持同性恋 这都不是天 不是基督徒 不是圣经 所允许的 美国今天之所以 这次大选产生这么大的混乱 我跟你讲 就是和第一位 非基督徒的 穆斯林的 侯赛因 奥巴马 有直接的关系 他埋下了所有这一切的祸根 因为他是极力极致的 精心策划的 要把美国变成所谓的 他的名字叫多元化 今天美国有 前面在奥巴马之前 有43位美国总统 各个都是基督徒 当然有些人不是那么非常 完全 但基本上都是基督徒 包括克林顿都是 所以说弟兄姐妹 今天美国之所以走到 今天的状况 就是因为这过去的几年 奥巴马的八年的时间 给美国造成的伤害 太大太大 以至于川普总统才说 要不是奥巴马 他不会竞选这个总统的 假如说 通过这次大选的 这个偷窃的行为 拜登如果能当上 美国总统的话 美国的毁坏 美国的堕落 美国的毁灭 美国的下坡路 是 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你建造是很难的 而破坏是非常容易的 我说奥巴马八年 对美国的破坏 需要用十年到二十年 来恢复 所以说如果拜登 真的当了美国总统的话 他当四年总统的话 我认为他当不了四年 最多是一年 然后那个 完全是那个 邪恶的 那个 那个Harris 当了美国总统的话 这个美国我认为 会产生内战的 因为他对美国的伤害 造成 真的是会动摇根本的 就是因为奥巴马的八年 造成了美国极度的腐化 以至于在美国两百多年的 选举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大规模的作弊 原来有没有呢 有 失误有没有有 肯定有的 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 协调好的 统一口径的作弊 这是第一次 以至于前两天 在宾州的公证会上说 我们可以把卫星上天 生物科技 搞得这么科技 我们可以帮助 伊拉克重建 结果我们今天 在美国国内 选举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令人 这种羞耻的腐败 所以说弟兄姐妹 我就想问一下 那些投了拜登的 那些基督徒 你不是基督徒 我不是说你 我不说你了 就算从基督教的考虑 那些投了拜登的 那些百分之二十 那些华人基督徒 你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天主教徒 连Sum 这个诗篇都不会 发音的这么一个 天主教徒为荣吗 这是你们 就是要选的一个总统吗 充满了欺骗 充满了谎言 家族的孩子们 都堕落到什么程度 连自己家都管不好 怎么能管好一个国家呢 所以说对这次大选 我们我发现 华人很多都行起来 从来对政治 从来不介入的 不关心的 那这次纷纷的起来 尤其在这里面 我说一下提供一下 我要表扬一下 真的在这次支持川普 这选举过这些 这些华人的妇女姊妹们 让弟兄们真的很羞愧啊 我们美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相信 美国200年的根基 还不至于被动摇 我对美国的法律制度 我还是有信心的 我相信经过这几个州的诉讼下来 川普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再继续做四年的 我希望他就做四年 然后另外一个敬前的总统 再做至少四年到五年 把美国 把奥巴马 侯赛因奥巴马 这几年对美国的这个 余毒啊 把它能够清理干净 再清理干净 因为今天的民主党 已经不是你们想象的民主党 真最后的民主党是在 应该在约翰肯尼迪的时候 已经就没有了 今天的民主党就是一帮左派 全球化 一个恋同政 同性恋 所有这些腐败分子 穆斯林 这些集合在一起的 肮脏的合体 他们目的就是要改变美国 说白了 就是要把美国 从信仰基督 信仰上帝的这个国家根基 彻底改变掉 摧毁掉 这是我们不能不能允许的 不管你是信不信 对于移民来讲 你为什么 我要问你一下 你当初为什么来美国 你可能觉得美国更好 但你问你自己 美国之所以这么好 这么自由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国家信仰上帝 可是我很难受的看到 很多移民到了美国以后 没有融入到美国的基督教的文化当中 而是要竭力配合着民主党 要把美国 变回到你们想 来自的国家那个样子 很奇怪 很奇怪 所以说 我认为侯善英奥巴马 是美国的第一个 非基督徒 他对美国造成伤害太大 如果这位拜登 这位 我认为他也是敌基督的 这样的一个人的上台的话 我们美国真的很堪忧啊 但是我还是不失望的 因为我们发现在 这次兴起了很多的 这个大能的这种勇士 这几位大的律师 林伍德 多么好的一位基督徒的 这个律师 Julianney Jenna Ellis 还有那Sindy Powell 你到美国见到过几个律师 是基督徒的 少之又少 而这几个全美国最有名的律师 都是基督徒 所以说 我为了今天 这些弟兄姊妹支持川普的 我们不要放弃 上帝帮助下 他还会继续再干四年的 我就想问一下那些 支持了拜登的那些的基督徒们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祷告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你是支持一个堕胎的总统吗 你是个支持 这个同性恋为主一个家庭吗 这跟圣经教导 是不是违背呢 好 我们今天的信息呢 就放到这边 我也是每次尽量 不超过十几分钟 所以说 为美国这次大选祷告吧 上个星期三 我们我组织了线上的一个祷告会 有来自中国的 主要是美国的 也有来自中国的 对美国政治关心的基督徒 也建议了祷告 影响非常好 很多弟兄姊妹非常感动 我在考虑是不是每个星期三 都扮演这样的祷告 或者每隔一个星期三 但是每个星期天 我都在一个平台上带领祷告会 为美国祷告 为大选祷告 前面的43位总统 有有失误的 都有犯错误的 每个人都有的 人不是完美的 但是呢 他们都非常鲜明的 宣告自己的基督徒的信仰 虽然说 GFK肯尼迪 他是第一个 唯一的一个天主教徒 但是从奥巴马开始以后 美国有意识的 被非基督徒的领袖 把美国带坏了 把美国带坏了 我们不能允许这件事情来发生 我坦白的说 我来美国 就是因为美国 这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和我来自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独立 他自由 有liberty 而所有能够做的都是人 为什么这边能够做到 因为这个国家信仰上帝 好 信息就到这边 请大家广为传播 也点一下下面的小铃铛 传播一下 尤其是基督徒的话 好 再见 愿上帝祝福你 也愿上帝祝福美国 这边的小铃铛